各位朋友 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昆的频道 收看肥昆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 非常多谢 今天肥昆 走到马国 今天肥昆神运 就走到这里 现在是正午的11点多 来到马国庙 这里是马国的前地 人有些 很多小朋友在这儿踩单车 可能是要上学的时候 今天肥昆在传媒上 得到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因为昨天有部分居民 要核检 五十几六十万人核核检 全部都过关 今天的好消息 珠海方面公布 就是可以明天 明天 十九日 中五十二点 就开关了 开关了 一定要持有四十八小时的核酸 检查 合格才可以过关 是好消息的 希望不是流的 应该是政府都公布出来的 现在已经 今天我们走一趟 近着马国的万里长城 我们的街道不是叫做万里长城 虽然有少许 肥昆都可以顶得顺 我们继续走 今天有很多朋友来这儿 在这儿玩 在这儿坐下休息 澳门的街道 除了不是大街的 属于横街小巷的 基本上是非常人少的 已经习惯了 澳门 在这儿的街道 开始来到这个位置 这个街口 路牌写着 马国邪行 万里长城 以前这儿 分界的 有一条围墙 分开一边的华街 一边的浦街 一边的浦街 所以这人叫做万里长城 这边的店铺 手信铺也有很多 但全部都关门了 还有一间 旧楼 帝房 没有业主承认 变了危房 这边的浦街 在这边的浦街 里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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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边的家 镜头 看出来 就是 黄海学校 这段路叫做 南鱼街 我们继续上去 这条是万里长城 以前这一间旧大屋拆了 现在变了地盘 基本上这些旧楼拆得差不多 全部都在新大厦 这条路基本上人少,车少 这条路由巴士走 这条路由巴士走 晚上就坐到满了 好了,我们继续走 这条路由巴士走 在这条路上 几个小路 这条路由巴士走到满了 几个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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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岩 几个小路 隔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走到这个位置就有一间薄饼店 薄饼店是非常出名的 可以说是网红 假日就爆烦了 来到这个位置就拍摄这间 叫做港务局大楼 在很多年前已经落成了 1874年 1874年起好的 曾经是兵营 又转了为警察局 现在就是 港务局大楼 这件事就 有历史的 我都曾经上过去拍摄过的 今天就不上了 这条马路有很多食物 有很多整车 这条马路是车的 始终在这段路是静一点 就有些车行开在这个位置 就算是整车 有些噪音都没有什么人吵 这条马路 这条马路是非常静的 有很多店铺都关门 很难 啊 走着走着,已经到了郑家大屋,郑官应大屋的后门 再走着,就是阿婆井 很多朋友都听过阿婆井这个名字 阿婆井是一个山泉 一个山泉在半山腰里 为何有阿婆井这个名字呢 要讲讲历史 当年,应该是很多年前,在明朝的年代 是呀 葡萄牙刚刚来澳门 这条是村来的 那阿婆呢 就见到那些人 常常要上山拿水 那阿婆呢 就可能给钱 找人 整一条管道 水渠 把水摺到这位置 那些人为了 紀念阿婆做了这些好事 就称之为 阿婆井 这些家庭 这里 pasado 就算是 可怕 这些牽绑 都将小谷 advisor 说15分之后 干 fuera 水下来很麻烦 如果上去拿水又要搬下来 整条管道水搬下来 这些人就多谢阿婆 叫阿婆井 蒲国人来到这里 他都要找水源 他要找到这个位置 找到这个水泉 喝点水 很甜很漂亮 曾经有人说 蒲国人喝了阿婆井的水 都不记得蒲国了 不懂蒲国了 现在阿婆井周围都做得很漂亮 很多葡式的建筑物 有个小卖部都停了 如果不是疫情间 有很多游客来打卡 我们下集再见